出现的频率是非常高 那就是孤独死 什么是孤独死 就是去世的时候身边呢 没有亲朋好友在孤独中死去 这报道呢 日本每年大概有三万两千多名老人 最终是孤独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 日本已经进入了超老龄化的社会 众所周知 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所以说我们分析孤独死产生的原因 以及如何防范孤独死的社会现象 对于中国来说有着非常强的现实意义 日本社会老人孤独死事件频发 人口老龄化加剧 不婚主义盛行 人情关系冷漠 老无所依为何成为困扰日本社会的顽疾 日本的高度城市化 为何成了一把双刃剑 2000年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 家庭结构巨变 城乡人口转移 如何阻止空巢老人孤独离世的悲剧上演 谁来拖起他们 无处安放的老年生活 本期老梁观世界 为您揭开银发之国的创伤 孤独死 终老之痛 其实在准确的给孤独死做个定义呢 它是指去世的时候身边没有亲朋好友 去世之后隔了一段时间遗体才被发现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入土为安 死者为大 就人过世的时候身边要没有亲朋好友 没有儿孙绕妻 这已经是很遗憾很凄凉的事了 而自己死后呢 身体呢 不能被马上火化下葬 反而要等到出现了很大的变故了 别人才发现了 我想这对于一个人来说 这是非常大的一种悲安 也就是说 无论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 恐怕面对孤独死的时候 你都无法做到心如铁石 这是人间很悲惨的一件事 那么现在在日本呢 这孤独死的现象 前面我们说 每年高达三万两千多例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前面我说 日本已经进入了超老龄化社会 什么叫超老龄化社会呢 就大家都知道说 老龄化社会是什么标志 就是看你65岁以上的老年人 在整个人口当中 占的比例有多大 一般来说呢 如果一个国家 他65岁以上的老年人 占整个总人口比例的7%以上 就可以断定这个国家 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如果是超过14%呢 那就是高老龄化社会 超过21%呢 就是超老龄化社会 现在日本的总人口当中 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呢 占整个人口比例的23.1% 就是日本已经进入了一个超老龄化社会 那么这个超老龄化社会的诞生呢 不光是说这个人口啊 不断的往前发展呢 自然规律的现象 很主要一点呢 日本现在啊 它是世界上平均年龄 可以说最长寿的国家 日本的女人的平均年龄是86岁 男子去世的平均年龄是79岁 我想这个年龄是 可以说在中国都算得上高寿了 那么你年龄这么大 照顾自己的能力 那肯定不如年纪比你小的人 所以现在在日本社会呢 有非常多的老年人呢 到了这个年龄了 生活难以自理了 而又没有去固定的养老机构 身边还没有人 在日本每年有三万两千人 走上孤独死的道路 其中所占比例很大的是单身的人 活着没有子女 没有配偶 也没人和他们联系 死了 没有人知道 无人认领遗体 骨灰 被清理遗物的工人 用快递送到 可以接纳他们的寺院去 他们的人生 最终被总结为 寥寥几行的骨灰认领布告 不口 住址 姓名不祥的男性 随身物品 现金 10万0983日元 银行存得两本 这些记录 只有十行字 就结束了 这个没有人照顾 可不仅仅是说 他就是一个人 有非常多这样的报道 在日本的媒体当中 比方说 姐俩 年岁到不大 都是五六十岁 可是呢 姐姐呢 能自我照顾自个 妹妹呢 比方说是智障 结果这姐姐出现突发性心脏病死了 这妹妹也没人照料了 在家里没人照看她 她不姐姐后臣也死了 所以眼下日本社会呢 还出现了这样的公司 就是专门呢 替死者清理遗物 照理说 给死者清理遗物呢 这是她的家人的事 但是日本有相当多的呢 孩子和老人根本不在一块 或者这老人呢 就没有直系的子女 或者是这老人身边 他一直独身 你连亲戚都找不到 所以出现了这样的公司呢 帮助去世的老人呢 整理遗物 而日本现在这样的公司 还很赚钱 恰恰说明这个现象 有愈演愈立的可能 那么咱们得分析一下 除了这种 就是说超老龄化社会的结构以外 还有什么是造成孤独死的重要原因 就是你年龄再高 你身边有人也不至于 有这么一个调查 非常有意思 就是日本 五十岁以上的男性当中 大约有高达百分之二十的比例 是独身 所以咱们说二三十岁 说你晚婚 或者说没找着合适的 你独身正常 五十岁 还独身 当然这里边有呢 离了婚的了 有丧偶的了 可是离婚丧偶之后 五十岁这年龄 也不是单身的时段呢 也应该能组织一个家庭 但是日本社会很奇怪 五十岁以上的男性 居然有百分之二十是独身 一个人住 大雑把に言うと 男性の五人に一人が 五十岁までに 一度も結婚していない 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 え? マジで? 特に 女性の未婚率は どんどん上昇しています 1980年代後半と比べると 二倍近くになっています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咱们可以分析一下 日本呢 比中国发达 他进入工业化时代 现代化时代 也比中国要早 那么他在老龄化 诞生同时呢 出现了少子化 单身化 就首先一个你发现 世界上文明越发达的国家 经济越发达的国家 他往往要孩子的观念 越淡薄 他比较注重呢 自己生活的这种质量 有很多人呢 只要是一成年了 我就独立于父母之外 我搬出去住了 而且日本这个社会呢 他由于压力比较大 大家整天忙着工作 人与人的交流 相对就少多了 亲情可以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一定程度 就变得很淡漠了 有的时候 孩子和爸爸 甚至多达十几年 也就通过电话 都不见面 其实这例子并不极端 咱们看过张一谋导演的 高藏剑拍的千里走单记 那不就是吗 父子之间由于观念不一致 一直到儿子死了 这爸爸才知道 就这种现象在日本社会呢 并不是一个个例 有很多这种情况出现 就说我自己身边 没有跟最近的人在一块 而且我平常交流也很少 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社会 这冷漠 其实不是 它并不能完全证明冷漠 中国社会难道就没有这个现象吗 它只是说明 你经济高度发达之后 人的竞争压力挺大 你必须要在工作上 投入更多的成本 日本社会 由于竞争压力很大 飞速向前发展 人和人的交往是有成本的 你跟哥们在一块喝个酒 回去跟这个家里人一块打着麻将 在饭局上就聚一聚 这都需要时间成本的 它的经济越发达 大家投入到赚钱上的精力就越多 那么在人际交往上 不论是亲情友情上 可能投入的时间成本就少了 社会冷漠症 独身主义 陌生人社会 如何改变着日本老人的养老观念 高仓建的孤独中老 又折射出 当下日本文化的什么问题 中国社会老龄化风暴来袭 当养老防老的传统被尸毒 空巢独居击碎 谁来陪陪空巢老人 又该如何抚慰他们的孤老之痛 本期老梁事件 孤独死 终老之痛 正在播出 所以这是日本呢 出现如此多单身家庭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还有很多人嫌呢 人与人交往我腻了 我工作就够累的了 我还要在人际交往上付出精力吗 比方说 我要认识一个陌生的女人 变成叔儿之后 我要娶她进家 尤其原来有段失败的婚姻了 我现在50多了 我惹这麻烦干嘛 我也不相信这个女人能怎么怎么对我好 这往往也是日本单亲家庭 就单身家庭的一个重要原因 你看 我要说到前面提到的高苍健 前不久我们老梁观世界节目里 做了一期呢 关于高苍健的这个节目 高苍健已经过世了 高苍健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之后 一直到他过世 他始终是一个人 你看这就反映了 日本人这个人际关系之间 他不像说我们中国 好像互相之间 这个亲情很浓 他在高速发达的这种社会当中 往往这是一种 必须要承担的副作用 他和中国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呢 日本人的个性里边啊 对于自己的感情 有着与生俱来的一种克制感 中国人有时候有了困难 亲近朋友 打招呼 帮我个忙 日本人有了困难 他轻易不向别人知手 甚至感情世界很痛苦的时候 他也很少向别人倾诉 向别人发现 就是那种内心 那种内敛和控制 所以当他独身的时候 有了自己的苦恼之后 他想办法自己排解 他往往不愿意 诉诸于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他嫌这个成本很高 他嫌这个是他不适应的能力 所以这是属于他国民当中的一步 他不适应的能力